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唐三利用他的弱点逃脱 要不然唐三还没有等成神就早已经被击杀了 第二名就是五魂电信任教皇比比东了 比比东不仅是打败过唐三 而甚至杀死过唐三 好在逆蓉蓉和奥斯卡有复活生机 成功将唐三复活 最后一个就是小五了 作为唐三的爱人 一路陪伴唐三走来 见证了唐三的成长 小五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打败唐三 也是唐三在全世界最怕的人 好了本期的视频在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